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快速动眼睡眠这个阶段 那么当上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这四个睡眠阶段啊,过去以后呢 这四个睡眠阶段大约持续的时间是一小时到九十分钟 就是这个有一定的个体差异啊 一般情况下在一小时到九十分钟啊 那么这个一小时或者九十分钟啊之后 那么这时候呢,个体的睡眠就进入到了一种快速动眼睡眠阶段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本来脑电波当中所表现的Data波就消失了 就没有这种Data波了 而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脑电波呢 是一种非常高频的,但是低幅幅度很小 频率非常高,这样的一种脑电波 这种脑电波呢,和我们个体清醒状态下的时候的脑电波非常相似 我们知道我们在清醒状态下呢 就安静的休息的状态下,是Alpha波 那么当我们在清醒的警觉状态下呢 是一种那个Beta波 那么在快速动眼睡眠这个阶段啊 这时候Beta波呢,它消失了以后,然后出现了一种和清醒状态非常相似的脑电波,也就是非常相似的这个Beta波 那么这时候呢,睡眠者的眼球开始运动 那么它怎么运动呢? 它开始上下左右这样的移动,不停的移动 而且呢,经常还会说一些梦话 经常会说一些梦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仔细观察它的身体状态 会发现它的身体状态表现出了一种像清醒状态或者恐惧时候的反应 比如说,它非常的呼吸急促 它的血压不规则 它的肌肉呢,变得非常的松软 就像我们在清醒状态下,突然看到了一个可怕的事物 这时候所出现的这种应激状态 那么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上述四个睡眠阶段以后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呢 它由于是睡眠者的这个眼球啊 快速的在移动,上下移动和左右移动 所以呢,研究者把这个阶段叫做快速动眼睡眠阶段 快速动眼睡眠阶段 好,那么这个阶段它有非常独特的地方 它的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和前述的 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四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是这个阶段呢,它非常类似于我们觉醒的哈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呃 结合刚才讲的四个睡眠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睡眠各个阶段脑电脑电波的这个记录情况哈 那么第一个最上面的这个脑电波呢 是我们在清醒清醒的状态 而且呢,是休息的安静的啊 这样一种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脑电波 那么它呢,是阿尔法波 那么这种脑电波呢,比警觉状态 或者集中注意的时候要慢 但是呢,它比睡眠状态呢,要快 是这样一种脑电波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睡眠的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非常轻度的这个睡眠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非常混合的啊 很多脑电波混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脑电波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辨别它是阿尔法波呢 还是贝大波,还是德尔法波 是一种混合的这种状态 那么这样一种状态呢 是我们轻度睡眠状态 也就是很容易被外界的刺激精醒的啊 这样一种状态 它大约只持续十分钟左右 那么十分钟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第二个睡眠阶段 那么这个睡眠阶段呢 大约持续二十分钟左右 大约持续二十分钟左右 这时候它的脑电波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变化呢 是出现了这个睡眠病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第三个阶段 我们进入到了这个肌肉更加放松啊 这时候的一种慢波睡眠阶段 那么这种睡眠阶段呢 脑电波变得非常非常的慢 开始出现了德尔塔波 开始出现了德尔塔波 那么脑电波很慢 而且波幅呢变大了 是这样一种阶段 那么这时候的睡眠呢 它是比较深度的了 比较深度的了 但是呢 还不是最完全的深度 那么这个时间大约持续的是四十分钟左右 那么在这以后就进入到了完全是德尔塔波的这个阶段 那么这时候呢 德尔塔波我们可以看到 它呢是非常的这个波幅很大 波幅很大 然后呢 它在这个波幅大的同时呢 它的频率啊变得很低 就是脑电波变得很慢啊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它在第四个阶段出现了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下呢 这种状态下呢 睡眠者啊很难被唤醒 也就是我们很叫不醒他 叫不醒他 那么这时候他的脑电波叫德尔塔波 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啊 你有时候可能会叫孩子起床 然后在有些状况下呢 一下子就把他叫醒了 那么在另外一些状况下呢 你可能老半天也叫不醒他 我们用这个通常的话就说 说他睡得特别死 那么这样一队的特别死这个阶段呢 可能是由于他正好睡觉 处于这个第四个睡眠阶段 也就是处于这种深度睡眠阶段 因此我们就叫不醒他 那么第四个阶段过完了以后呢 也就是前四个阶段啊 大约持续的时间是一小时到九十分钟 那么在这个一小时或者九十分钟之后 这时候我们的脑电波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德尔塔波 也就是波幅很大 频率很低啊 频率很低这样的情况呢 一下子变成了波幅很小 波幅变小了 然后频率呢变得比较高 这样的一种脑电波 那么这种脑电波呢 它和前面的这种 和前面的这个 第一阶段的这种轻度睡眠啊 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和阿尔波也不一样 和德尔塔波也不一样 但是它非常类似于我们清醒 清醒状态下的这种脑电波 那么在这种脑电波的 在这种状态下 也就是在这个 第四个阶段以后啊 那么睡眠者呢 基本上会出现这个眼睛 眼球啊 转动 移动 比如上下 左右 移动啊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因此把它叫做 快速动眼睡眠 快速动眼睡眠 好 那么在出现 快速动眼睡眠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 我们把这个睡眠者给叫醒 我们唤醒他 唤醒他呢 问他正在做什么 他一般来说都会报告你 说他正在做梦 正在做梦 而且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唤醒他的时候 他基本上会大发雷霆 他会脾气很大 会情绪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么这是这个阶段呢 在我们的睡眠周期当中 大约持续十分钟左右 持续十分钟左右 也就是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啊 在第一个睡眠周期的时候 他大概出 呃 持续的时间是十分钟 然后呢 第二个睡眠周期的时候 他持续的时间就不止十分钟 就会更长 然后第三个阶段呢 就会更长啊 是这样一个阶段 而是这样一个现象 好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呃 这个成年人的一种睡眠模式 成年人的一种睡眠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面 一二三四呢 说的是我们睡眠的四个阶段 睡眠的四个阶段 那么横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呢 是我们睡眠的整个这个一夜睡眠的这个时间 我们假设是八个小时 因为大多数成人 他这个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八个小时左右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小时里边 在第一个小时里边 那么我们的REM时间呢 是非是 REM就是快速动眼睡眠啊 那么这个时间呢 它并不是很长啊 并不是很长 然后在第二个 第二个睡眠时间里边 第二个睡眠周期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呢 就变得要长一些 变得长一些 然后第三个睡眠周期里边呢 它会变得更长一些 对吧 变得更长一些 然后第四个睡眠周期里边呢 又会变得更长一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快速动眼睡眠 睡眠周期里边 一晚上我们有几个周期 随着我们这个周期的 一个一个周期的这个继续呢 这个快速动眼睡眠 持续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的 越来越长的 那么我们的睡眠的四个阶段 其他四个阶段 持续的时间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第一个睡眠阶段 那么它一开始呢 是十分钟左右 对吧 然后到第二个睡眠阶段呢 它还是这样 然后到第三个睡眠阶段呢 它可能就变得要长一些 然后第四个呢 就变得更长一些 然后我们其他的睡眠阶段 也是这样的 随着这个睡眠的 周期的继续呢 它会变得越来越长 但是呢 又随着就是 这个第三个阶段 和第四个阶段啊 这个深度睡眠这个阶段 它呢 又会随着我们 睡眠周期的继续 会变得越来越短 时间变得 持续时间越来越短 然后在 黎明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睡 睡眠的这个 后几个阶段的时候 第三阶段 后几个小时的时候啊 比如四个小时以后 第五个小时 第六个小时 第七个 第八个小时 那么在这几个小时的时候 我们睡眠的第三个阶段 和第四个阶段就消失了 就不出现这种深度睡眠了 而是在后 比如我们前四个小时的睡眠的时候 我们是四个阶段 四个睡眠阶段 再加上快速动眼睡眠阶段 然后在后面的 后面四个小时的睡眠过程当中呢 我们这时候呢 就没有了第三第四这种深度睡眠阶段 而是第一第二个睡眠阶段 再加上我们的快速动眼睡眠阶段 也就是等到天快亮的时候 为什么越来这个这个个体啊 睡眠者越来越容易被人叫醒 但在深夜的时候呢 他不容易被人叫醒 也就是是这样一个道理 那么睡眠的形态 我们刚才讲了 他有四个不同的阶段 还有快速动眼睡眠的阶段 那么个体啊 不同的个体 他在进行睡眠的时候 他的形态上 形态方面 个体差异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不同的人 在进行睡眠的时候呢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比如有些人呢 他就特别的试睡 也就是他的睡眠时间 要很长 经常睡不醒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他可以用他的意志啊 用他的意识来控制他自己 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 这个个别差异 或者个体差异啊 有会受这样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受我们个体意识的影响 比如有些人他呢 可以有意识的去熬夜 去熬夜 那么他要加班 那么在这个晚上 他就睡得非常非常的少 这时候呢 完全是他意识所控制的 那么他已经很困了 但是他呢 由于意志力的作用 他可以让他继续工作 可以让这个自己啊 继续工作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有意识的熬夜 他可以克服睡眠的这个 生物节律的影响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人呢 他怕早晨醒不来 比如说我们早晨可能会睡到九点左右 才会自然的醒来 但是我们的工作呢 基本上都从八点就开始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呢 也可以人为的强迫自己 中断睡眠 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安排闹钟 在我们的床头呢 放一个小闹钟 这样把它定好时 这时候呢 他可以中断我们的睡眠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借助于这个外在的一些因素啊 也是靠我们的意志力呢 来中断我们的睡眠 也就是来改变我们的睡眠 睡眠的形态 那么睡眠呢 虽然它受我们的意识控制 受我们个体的意志力的控制 那么睡眠呢 它同时也受着生物节律的控制 比如说到晚上天晚的时候 天黑了以后 那么我们个体呢 我官排讲了 天黑了以后呢 没有这个光线啊 刺激我们的视上和交叉啊 就是视交叉上和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不能抑制它分泌这个脆黑 脆黑这个因素啊 那么这个脆黑因素分 大量的分泌以后 就会使我们感到疲劳 那么这个完全是以生物节律所控制的 好 当我们感到疲劳以后呢 我们就想睡觉 所以说这个生物节律呢 它也会控制我们的这个睡眠 比如说入睡的时间 那么另外呢 我们长期以往的睡眠习惯 也形成了我们的 就是强化了我们的生物节律 那么它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持续时间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睡眠啊 它也受我们的个性特征的影响 比如说有些人 他就是比较忧虑 焦虑非常高 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呢 他就总也睡不着 总爱想心事 总爱起人忧天 总爱这个 对什么事情都考虑啊 考虑过来考虑过去 所以当他在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告诫自己要睡眠的时候 那么常常还是有非常多的事情 在刺激他 使他的大脑呢仍然处于一种非常兴奋的状态 因此不能 不能这个入睡 那么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非常性格开朗啊 非常这个无忧无虑的人 也就是外向的人 那么这些人呢 他可以摆脱 外界的刺激 白天作用于自己的外界的刺激 然后到晚上 马上就可以入睡了 那么第四个 这个影响我们 睡眠形态的因素呢 是我们心理状态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比较短暂的啊 目前所碰到的一些刺激 引起的我们不同心理状态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比如我们碰到了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好 你收到了你的上司 要给你加薪的这样的一个通知 那么这时候可能让你兴奋一晚上 然后睡不着觉 那么这种呢 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所影响的 那么第五个呢 第五个因素呢 是我们白天活动的影响 那么有些人白天做剧烈的活动 那么这个剧烈的活动 如果做的太多了 那么这时候晚上呢 它就会增加它的慢波睡眠 慢波睡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会影响到它的睡眠质量 那么第六个因素呢 就是我们成熟 我们个体成熟发展的影响 那么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啊 新生儿 小孩子每天睡觉的时间非常的长 新生儿他差不多每天要睡22个小时以上 那么后来呢 我们睡眠时间 就人类个体啊 睡眠时间就越来越短 比如小孩子呢 可能开始是睡十几个小时 然后呢 他就睡十个小时左右 然后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 到了他长大成人的时候 大概睡到八个小时左右 然后到了中年以后 中老年以后 那么个体睡眠的时间变得更短了 那么有些老人呢 睡眠每天睡眠的时间 可能只有五六个小时 甚至四五个小时 所以说这个睡眠形态啊 他有非常大的个体差异 那么这些个体差异 主要来源于这样六个影响因素 首先呢 就是我们意识的影响 第二呢 是我们生物节律的影响 第三呢 是我们的个性特征的影响 第四是心理状态的影响 第五是我们白天活动内容的影响 第六呢 是我们成熟发展的影响 好 我们知道了睡眠的基本过程 和他的这个形态的差异 这么可能有的同学就问 人类为什么要睡眠 为什么我们这个人要睡眠 那么动物也要睡眠 甚至有很多动物还要冬眠 你睡一睡几个月 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睡眠呢 而且睡眠对于我们成人来说 对于我们人类个体来说 又有什么作用呢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下面这个问题 睡眠的功能 睡眠的功能 那么目前对于睡眠的功能 有这样两种解释 在这个心理学界 那么第一种解释呢 就是认为睡眠 它可以使我们工作一天了 工作了一天的这个大脑啊 和身体得到休息 休整和恢复 比如我们总是在工作 如果说我们不睡眠 总是在持续的这种兴奋状态下的话 那么大脑和身体会感到非常的疲劳 非常的疲倦 工作效率呢就会降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睡眠 通过睡眠呢 来补充和恢复我们疲劳了的这个大脑和身体啊 让他得到这种休息 休整和恢复 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 是认为睡眠啊 它是和我们生物净化是有关系的 和生物净化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睡眠状态下 也就是我们处于一种非活跃的状态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避免非常多的这个 呃 损耗能量 损耗我们的热量 另外呢 在天黑的时候 可能它就不适应 不适应 不适应于我们的祖先进行劳作 比如我们的祖先要进行劳作的时候呢 那么由于他他的这个我们那个人类的这个眼睛啊 我们的视觉 他的视仪刺激是有一定限度的 那么在光线不够的情况下 也就是在黑天的情况下 亮度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够人类呢 他的眼睛不能够看到很多的刺激 所以在这种情况 在这种时候呢 他不能够看到很多刺激 那么自然界当中 有一些会对他造成伤害的一些动物 可能就会趁虚而入 就会来清洗他 那么他为了保存自己呢 一个就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这个能量啊 不要让他过分的去消耗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为了保存自己 保护自己的安全 让自己在自己不适应的这种情境下 能够存活下去 那么在黑天的时候 我们人类祖先呢 就会找到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睡觉 去避免自己的这个能量消耗 去避免其他的动物来对自己侵袭 那么这样子通过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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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进化和遗传呢 那么就把这样一种习性传给我们 然后今天的个体呢 仍然沿袭这样的一种习性啊 那么他到晚上的时候呢 就要睡觉 就要去避免消耗过多的能量 然后避免这个不适宜的刺激 再来作用于我们 那么从这两个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睡眠对于个体来讲 对于个体的健康来讲 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那么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人 不能正常睡眠的人 比如有睡眠障碍的人 那么他不仅生理方面啊 出现了很多疾病 而且连带于他的心理方面 也出现了非常多的疾病 比如一个人如果他不能有足够的睡眠的话 他呢就会变得脾气非常的暴躁 他的情绪就会非常的低落 工作的效率就会非常非常的低 那么这些呢都是不健康的睡眠 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不良的影响 带来的不良的影响 所以说睡眠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呢 它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在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 具有睡眠障碍 也就是说不能保证睡眠的情况下 那么会给个体带来非常多的这个不利的因素 或者不健康的种状态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睡眠障碍 那么睡眠障碍呢 我们可以分为两两类啊 一类呢叫失眠 失眠 那么失眠呢 主要是指入睡困难或者睡眠不好 有些人呢 他就睡觉的时候 总是非常容易被惊醒 他自己感觉到自己总在做梦 总在做梦 好像睡得很 很不实在 到第二天呢 觉得很不解乏 那么这样的一些人呢 他就有点失眠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入睡非常的困难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长期的入睡困难 他入睡困难非常非常的有规律 而且这样的一种入睡困难呢 对他正常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们就把它叫做失眠症 失眠症 所以说睡眠障碍呢 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失眠 还有一个呢是失眠症 那么一次两次的入睡困难或者睡眠不好 我们把它叫失眠 那么如果长期的或者有规律的入睡困难和睡眠不好 我们就把它叫做失眠症 那么对于失眠来说 我们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都会有过这个失眠的经历 但是呢如果正常状态下的话 失眠它不会给我们的精神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也可能你今天晚上睡得不好 明天呢会感到很疲劳 但是呢第二天睡一个好觉 马上就可以恢复自己的体力 然后就恢复过来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 它不会给你带来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可是呢失眠症就不一样了 失眠症是由于它长期的睡眠困难 长期的这个不能很好的睡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当然就对自己的正常生活带来不良影响了 比如有些人呢 他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啊 脑电图呢 脑电波啊 经常出现的都是阿尔法波 它不可能出现德尔塔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说它的睡眠是非常有问题的一种睡眠 那么阿尔法波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 大家想一想 阿尔法波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在我们个体啊 清醒安静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出现的 那么如果一个个体在睡眠的时候 它总出现的是阿尔法波 那么你说它是睡着了吗 它根本就没有睡着 应该这样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睡眠就会有问题 那么当它永远在睡眠的时候都是出现阿尔法波 而不出现德尔法波 也就是那种深度睡眠的情况下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个体就会伴随非常多的身体和心理的问题出现 比如说有很多人精神就失调 出现非常多的焦虑和忧郁 抑郁 就是他总睡不着 就感觉到非常的难过 然后对什么事情呢 就会想不开 会出现这种抑郁 那么失眠呢 对个体的生理功能和日常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他晚上睡不着觉 晚上失眠的话 那么第二天呢 在工作的时候 他的记忆力就不会好 他的记忆力呢 就会下降 就会记什么东西都记不住 那么也会感觉到无精打采 脾气也会非常的坏 另外呢 他在认识事物的时候 比如有些人在读书的时候 他会眼睛看着书上的字 但是呢 就是不能往脑子里面去 就是不认识 就认不出来那些字 看了半天就等于没看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 就是由于失眠症所带来的不良反应 那么伴随着失眠出现的心理现象 或者精神现象呢 经常是这种精神抑郁 或者说情绪失调 精神失调 所以长期不能很好入睡 或者有睡眠障碍啊 睡眠困难的这样的个体呢 应该及时到医院去 去这个寻找医生啊 得到医生的这个咨询和治疗 比如就要弄清楚 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睡眠障碍 那么如果是生理方面的原因 我们要及时的治疗 如果是心理方面的原因呢 也要进行及时的诊断 和及时的矫正 否则的话 它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 那么失眠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 睡眠障碍 除了失眠以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障碍 比如说有些人呢 是突发性睡眠症 就一下子他就睡着了 这样的一种人 那么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他呢 也是一种睡眠障碍 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呢 他又睡不着了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是在睡眠过程当中出现窒息 也就是睡眠窒息 那么这种人呢 也不能很好地进行睡眠 第三 还有一种呢 是白天试睡 就是白天总是睡不醒 白天总是睡不醒 然后晚上呢 又是神经衰弱 睡不着 那么这些呢 都是属于睡眠不正常的情况 也就是睡眠障碍的 我们需要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需要及时到医院去诊治 那么另外一种意识的状态呢 我们把它叫做梦啊 就是另外一种梦啊 它也是一种意识状态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对它来进行一些解释 那么很多年来 人们都认为梦啊 它可以反映我们内心的世界 可以反映我们非常多的 这个生活状况 而且确实是如此 在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 它可以任我们的想象啊 去飞翔 我们可以海阔天空的啊 可以去这个飞翔 呃 展示我们的想象 让我们的想象呢 像插上翅膀一样 然后飞得很远很远 可以暂时的脱离现实 把我们在现实里边 不能完成的 不能想象 不可能 不可能实现的 这样的一些愿望呢 都通过梦 来让它变成现实 所以说 呃 从这个不同的心理学家啊 不同的心理学观点呢 对梦啊 也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 讲几种观点 第一种呢 就是 坚持分析的观点 坚持分析的观点呢 就是典型的认为梦啊 是一种潜意识过程的 一种表现的观点 那么他 弗洛伊德就认为 梦呢 是通向潜意识过程当中 最可靠的一种途径 也就是他完全是 把我们平常在白天的时候 意识状态下 不能够反映出来的那种东西 在夜晚通过梦来反映 也就是弗洛伊德认为 我们个体呢 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过 弗洛伊德的这个思想观点啊 那么 精神分析呢 他就是认为 个体他存在着意识状态 也有无意识状态 或者叫潜意识状态 那么意识状态呢 是他能够受 他的意志控制的这个状态 那么潜意识状态 潜意识状态呢 是他自己 不被控制的这样一种状态 也就是他自己的那种 本能最能体现的一种状态 那么被压抑的 平常的情况下 我们的潜意识状态 由于它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 也可能不符合我们的道德伦理 所以说他总是被意识啊 所进行压抑 那么被压抑的这种潜意识状态 或者潜意识的冲动 以及潜意识的愿望 他也是需要发泄的 那么他怎么去发泄呢 他就要通过这个梦来发泄 通过这个梦来发泄 那么在我们夜晚的时候 我们做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摆脱那些社会规范 还有道德伦理 对我们的束缚 平时对我们的束缚和压抑以及控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意识啊 他就警惕性放松了 放松以后呢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冲动 也就是潜意识当中的那些冲动 还有愿望啊 就可以表现出来 可以发泄出来 那么他发泄的形式呢 就是我们的梦 所以弗洛伊德认为 当我们要分析一个精神病人 他的内心状况 以及他的精神病况的情况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对他的梦进行分析 因为他的梦呢 真实的反映了他的潜意识状态 好 那么我们通过他的分析他的梦呢 就可以对他呢 对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呢 有所了解 从而呢 对症下药 然后进行心理治疗 那么这是弗洛伊德的这个精神分析的观点 他是这样来理解我们的梦的哈 他认为梦呢 是潜意识的一种反应 潜意识的一种体现 那么潜意识是 由于他平时受到了意识的控制和压抑 然后不能表现出来 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的意识呢 警惕性放松的情况下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梦呢 就把我们的潜意识状态给表现出来了 那么第二种观点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一般的心理学的观点 那么通常我们认为心理现象呢 是对 是对这个客观世界的一种反应 或者一种 这个 呃体验哈 那么梦到底是什么呢 梦呢 那么心理学家也认为 梦啊 它是个体对脑的随机神经活动的一种主观体验 那么一般情况下 呃一定的刺激 对于维持我们的脑和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是必要的 那么我们不可能没有这个刺激作用 如果完全我们失去了刺激作用的话 这个个体 它也是呃 不可能这个 不可能很舒服的 存存活的 那么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感觉剥夺实验 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么心理学家呢 就是让个体啊 让这个背试啊 处于一个特殊的实验室里边 那么在这个特殊的实验室里边呢 没有任何刺激作用于这个背试 比如让背试穿上非常非常柔软的衣服 这个柔软的衣服柔软到什么程度呢 柔软到他不能感觉到自己穿着衣服 那么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还没有任何光刺激 没有任何声音刺激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剥夺的所有刺激 我们都把它做了最大可能的剥夺 也就是说这个背试啊 在实验室里边 他感觉不到任何有外界的东西在影响他 那么后来就发现这个个体做了一段实验以后啊 他变得精神都崩溃了 就说他失去了外界的刺激以后 他也就不能够把握自己 不能够了解自己 不能够认知自己 那么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了外界的刺激 他就没有了参照系统 没有了参照系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个体他就不能够了解自己 不能够确立自己 能够确认自己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推论啊 我们可以推论一定数量的刺激 对于维持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是必要的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有一定的刺激 那么在睡眠的情况下呢 当我们睡着了以后 我们前面讲了 为什么要去睡眠呢 是因为我们想这个让我们的能量不要过分的浪费啊 不要过分的损失 我们想在这种状况下接受少的刺激 减少刺激对我们的作用来维持我们的这个健康 让我们的体力得到恢复啊 是这样一个原因 那么在睡眠的情况下通常刺激都会减少 神经系统呢 在这种刺激减少的情况下 它呢就不是完全对外界刺激来进行反应了 它可能会产生一些随机性的活动 也就是说它自己神经系统本身产生一些随机性的活动 那么这种随机性的活动呢 它就构成了梦 那么梦呢 因为我们产生了这种随机性的活动 那么它必然反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 那么反映到大脑的皮层以后呢 我们根据就是人类个体啊 它会过去有很多的经验和图示 那么它会根据它的经验和图示 对这种随机 就是神经系统所产生的随机活动 要进行解释 而且要对它赋予一定的意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变成了我们的梦 所以从心理学这个观点来看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做梦的这种状态 那么可以说呢 在这种状态 它也是一种有一定意识的啊 有一定意识的 否则的话呢 它怎么能够对神经系统所产生的这种随机活动 来进行解释呢 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啊 所以你要解释这个问题呢 就要认为这个个体啊 在梦中它也是有一定的意识的 那么第三个观点呢 是认知的观点 认知的观点 认知的观点认为 就是认知心理学啊 他们认为 梦呢实际上担任着一定的认知功能 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功能的话呢 梦就不会存在啊 那么梦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它担任着一定的认知功能 那么睡眠中 认知系统依然对储存的知识 还在进行检索 排序 整合和巩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情况下 那么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就会进入我 进入到我们的意识状态 那么当它进入到了我们的意识状态的情况下呢 它就变成了梦 变成了梦 所以说 认知心理学 我们这样的一种观点 认为呢 梦的功能就是把个体 它的知觉和行为经验 进行重新编码和整合 使它变成一种符合自己需要的可用的知识 所以认知心理学认为 梦呢 也就是说我们当个体处于睡眠状态 在做梦的时候 实际上也就意味着 它的认知系统还在活动 这样的一种状态 虽然说它的身体已经放松了 它呢 好像是睡着了 身体放松了 但实际上它的大脑并没有停止它的工作 还在进行这个 还在进行这个活动 还在进行活动 那么怎么可以证明它还在进行活动呢 那么心理学家做了这样一个研究 就是让个体处于快速动员睡眠的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醒 不让它有这个快速动员睡眠 也就是剥夺它的这个睡眠阶段 然后这时候呢 测试它的记忆力 就发现它的记忆力呢 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通过这个实验呢 心理学家认为 我们在睡眠被剥夺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 所以可以看出来 可以看出来这个睡眠啊 因为快速动员睡眠 正好是我们做梦的这个睡眠阶段 所以说快速动员睡眠 也就是梦境 它呢 仍然是大脑不停的在活动啊 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从上面对梦的这个不同的解释 三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呢 它们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啊 那么梦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它到底是我们潜意识的一种发泄 一种体现呢 还是 还是这个我们 还是我们这个梦的 就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随机活动的一种反应 或者呢 是我们的这个 嗯 大脑皮层仍然处于这样一个 处于这样一个监控的状态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呢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梦呢 那么心理学家呢 也做了一系列这方面的研究 试图能更科学的来理解梦的实质 那么这些研究呢 主要是从这样三个方面来做的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借助于夜晚 夜晚帽啊 借助于这样一个夜晚帽呢 我们来对 对这个梦啊 进行研究 那么夜晚帽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实验装置 也就是是一个仪器 但是这个仪器呢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像帽子一样的形式 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记忆器 有一个这个 可以把就一个很小的一个仪器 这个仪器呢 它可以把这个个体在睡眠过程当中的活动啊 就是脑的这个活动过程啊 给记录下来 那么我们就让这个被试睡觉的时候 戴上这个帽子 那么这个帽子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帽子啊 就它不会影响到这个个体的正常睡眠 将它戴上这个帽子以后呢 它进入到正常睡眠以后 整个的这个晚上的活动过程 就是梦里边怎么做 怎么做梦啊 做梦的时候 它有哪些身体的变化 脑电波的变化等等 把这些东西呢 都给它记录下来 通过这个传感 传感患能器 和微处理器 以及记录器呢 把它整个都给记录下来 还有它在这个做梦的过程当中 睡眠的过程当中 眼动的情况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完全记录下来以后 就可以对被试 在一晚上睡觉的时候 甚至特别是当他在做梦的时候 他的这种活动呢 进行非常细致的了解 那么这样呢 就非常有助于我们对梦的实质的揭示啊 那么第二和第三个方面的研究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采用了一种 这个不连续性的这样一种研究 对奇异梦境啊 进行研究 那么 呃 梦啊 我们会发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一个个体做的梦会是不连续的 不是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那么合逻辑的 它是不连续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连续性 和非常奇异的这种梦境呢 那么研究者就发现 实际上在我们的快速动眼 睡眠过程当中 我们的大脑是处于一种被激活的状态 那么这种被激活的状态呢 它就导致了神经元 很多分支的神经元啊 发生了兴奋 那么那么多的分支的神经元 发生兴奋以后呢 它们就会产生 就会给你传递啊 非常多的很混乱的这种信息 就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传递上来了 那么传递上来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信息和信号以后呢 那么我们的高级的皮层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大脑系统 它就要试图对这个乱七八糟的混乱的这种信息和信号 进行加工 进行合理的解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每次出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信息 出现作用于我们的大脑皮层以后 大脑皮层都要试图给它一个解释 那么不同的这种刺激呢 就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我们的梦境啊 经常是不连续性的 而且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 奇异的这种梦境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先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